为了确保星期六全国大选投票日 不会出现突然断电的情况 进而影响投票和计票工作 国家能源表示 该机构已经尽可能做好万全的准备 从保障输送电工 到所有投票站以及计票中心的技术 运营和各个备用方案都已经准备就绪 国能今天发布文告 促请各造避免在投票日当天进行开挖工程 而国能也早已经在星期三开始 停止任何类似工程 是为了避免损害到地下电缆 确保半岛6623个投票站 以及165个计票中心的电工状况稳定 特别是选举结果公布的晚上 此外国能也已经从各州选举委员会 工程局和地方政府部门 获取投票站以及计票中心的电力需求信息 部署了工作队伍 以监控重要地点 随时后命出动解决电工问题 降低停电的风险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